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日回到青云山之后 碧瑶敲会张小凡 竹影床床之间 两人相拥宿征常 小植镇还是要来的样子 碧瑶问及满月请之所限 小凡许诺 审后定会告知 一番寒暄过后 等来了三门会审 小凡次是个讲诺之人 小哥哥长得好生气一场 要是能天天跟我说书就好了 众人正要罚他 不想 被陆雪奇尽性命担保 冒死求情 没想到大家对小凡哥哥的故事 这么感兴趣呢 但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想那苍松道人 竟暗中攻击魔教 总怕这些小姑娘 都是为了看叔叔先生 情人门伤亡惨重 可谓是一片凄凉 就是胭脂水粉大的 对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们去前面的客栈住下 看完庙会再走吧 和那之下 好 走 道玄真人 不得不祭出诸仙剑 这才将魔教众人击退 客栈就在前面 平二姐姐 每年庙会就是小池镇 最热闹的时候 你有没有见到我闺女啊 怎么搞 没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见到我闺女啊 她穿着这个绣花鞋 穿着粉色的上衣 没有 没有 最近有几个女孩子失踪 也不知道什么人敢哪 真的吗 临近年关 怎么出了这样的事 谁知道呢 大娘 能把鞋子给我看看吗 好 大娘 你女儿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昨天她出门之后 就一宿未归 我出门寻找 只找到她的鞋子 我们若是见到她 一定会及时告知你 好 请问有没有看到我闺女啊 十六岁 这么高 客官 请慢用 平二姐 你说鞋子上有狐妖的气息 小池镇又出现狐妖了 还到处抓小姑娘害人 太可恶了 我刚才卫明说 是怕那个大娘承受不住 平二姐姐 我们一定要卫明除害 不然镇上的百姓 都没法安稳过年了 这是必然 不过在抓妖之前 先把肚子填毛在手 先把肚子填毛在手 平二姐 你有探寻到什么妖气吗 我们在镇上走了一圈 都没有探查到踪迹 想必那狐妖 定是隐藏了自己的气息 这狐妖专门抓年轻少女 想必是个大淫魔 在练什么采阴补羊之法 要是被我抓住 我定不饶她 魔教重伤拜逃后 大殿之上杀妻未消 众人再审张小凡 借天音寺法相之口 小凡得知 普智竟是杀害全村的凶手 当下她心如刀绞 对所谓的正道万念俱灰 至此碧瑶现身 她欲带走张小凡 可不曾想 能魔教众人半途折返 杀了青云门一个措手不及 道玄真人不得已 再次驱动诸仙剑阵 因恐张小凡为魔教所用 一番纠结之下 那仙剑竟披向了 手无寸铁的张小凡 危急关头 你猜如何 如何 碧瑶为了她心爱的张小凡 竟以自身惊喜 化作痴情诏 挡下诸仙剑阵 至此魂飞魄散 永不朝圣 谢谢你 都跟你说了别出门 是怎么又跑出来了 张大娘的闺女都失踪了 娘 那些姑娘都是晚上失踪的 我白天还听说是又没事 天黑之前肯定回去 你这死丫头 怎么这么不让人生心哪 这么吓人啊 我们还是早些回家 你怕什么 失踪的 都是那些年轻貌美的姑娘 坏人看不上咱们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好 走吧 想不到 这些姑娘们不顾危险 都要来听书啊 好看的人总是受欢迎 好看的人 好看的人 天二姐 那你觉得 我好看吗 我好看吗 我是认真的啦 你看那个狐妖 就喜欢抓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与其我们主动找她 倒不如来一招引蛇出洞 让她自投落网 此法倒是有可行之处 不过多少有些危险 还是我来吧 也是 平二姐出马 自然比我靠谱多了 傻呀 走吧 平二姐 等等我 好奇怪 难道那妖怪今天不出来了 奇怪 难道那妖怪今天不出来了 嗯 懂吗 嗯 多複数 多蜇数 可行 病 因此 一点 哪里 您 摆风 人 没事吧 感动我的人 我看你是活腻 我看你是活腻 这活腻也太狡猾了吧 是我们大意了 可惜这次打草惊蛇 下次再想用 同样的办法就难了 那可怎么办呀 这个气味 我好像在哪里闻过 这东西 是它呀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新的故事 小哥哥长得纯红齿白 也不像是坏人啊 人不可貌心 看人可不可以只让别人 有道理 去看看 先生好 来 老人家 小心一些 我没事 谢谢你啊 见经人 来 老人家 抱歉 抱歉 不不 是我太鲁莽了才对 麻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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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上去 你说这狐妖 这几天都没有出来作乱 会不会是我们跟踪他 被他发现了 不一定 那狐妖被我的子盲刃所伤 这几日说不定正在养伤 昨天成心外花的小卷也失踪了 真是造谣 不会吧 小二 我问一下 张大娘家的女儿 是不是也经常去听说书 好像是吧 说书先生长得清俊 镇上好些小姑娘 都喜欢去谈谈听故事 我知道了 放了那些姑娘 你在说什么 狐妖还想狡辩 还想狡辑 来 让我去 等的就是你 等的就是你 还想跑 原来你就是那狐妖 我见过你 一番喊喧过后 等来了三门会审 小哥哥长得好生俊俏 你要是能天天给我说书就好了 好 就是胭脂水粉太重了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好 好 好 走吧 平二姐 等等我 不 不 不 是我太鲁莽了才对 好 好 原来你戴着香囊 是为了掩盖你身上的妖气 是你 你是妖呢 你认识她 你为何要害那些女子 想来这狐妖定是爱慕于你 凡是与你接近的女子 她都要帮扶一番 没错 是我抓了那些人 我不过是想让她们也长长痛苦的嘴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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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不见得长相怪异的人 你看这人长得好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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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人定是不祥之兆 不少人会打开 赶紧你搭远点 赶紧你搭远点 大爷 你没事吧 怎么是你 别碰我 真回去 去去去去去 别吓我孩子 来 走吧 来 走 大家快来探哪 你不知道 哪里来的丑八怪 这也太丑了 是 看起来也不像好东西 就是 真不吉利 找这个人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下次要是没地方去 就去城外的主屋找我 先让你知道吗 好歧途他们 为什么他们可以自由地活在阳光下 而我就只能躲在这阴暗的角落里 不见天日呢 那你也不能害人性命啊 我没有 我 我只是想像他们一样 能够光明正大地站在你面前 你这又是何苦呢 在我还未修成人形时 就因为脸上长了不祥的标记 被被主人遗弃了 这么些年 一致遥离失所 如同丧家之权 是要有如何 就算我不害人 大家也一样厌恶我 这也不该是你作恶的利益 明明会有更好的选择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至少 你会有个容身之处 我也想一直留在先生身边 可是我这般相望 也会连累你被人指指点点 我相助于你 从来都没有在意过你的样貌 如今又怎么会在意别人说什么 不 你不了解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不了几十人 我收够了他们的老爷 我不想再连累你了 所以唯一的办法 唯一的办法就是多找几个年轻的女子 取她们最好的皮肤 换在我脸上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能光明正大地存在于这个世上了 你太偏执了 皮相不过是虚妄 真正可贵的 是一颗善良的心 只有好看的人才有资格说这句话 像我们这种天生丑陋的妖怪 又有谁在乎你善不善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你既然知道容貌残缺会承受多大的痛苦 你还要去伤害那些姑娘 像你这种药 即便有了好看的皮呢 也一样没有人会喜欢 那又若果 我早就习惯了 既然我得不到 就让他们都跟我一样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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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姑娘 在郑多山洞里 她们还是 对不起你今生 这么多年 能不能成交 还是被夫人流淹了 住了你 住了你今生 住了 下次要是没有地方去 就去城外就住不住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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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担心了 你让娘担心死了 多谢二位啊 走 胡瑶被你打回原形 短时间内应该没有办法修炼成人了吧 她也是个可怜人 可惜误入歧途 希望她能早日醒悟 多年后再修德镇国 能够被人好好对待 也是 不过事情完美解决 我们终于可以去看灯会了 去看看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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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新的一年 希望爷爷跟野狗盗人 能健健康康 听二姐平平安安 我可以继续斩妖除魔 做一个行侠仗义的大侠 新的一年 学岁尽处 平安喜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